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相辅的真千金回来后,假千金的我成了府中最低贱的丫鬟。 所有人都以为我受不了伺候人的苦,便招法地折磨我。 可我却偏偏顽强活了下来,就连府里的大公子都对我青睐有加。 他问我,从前的婚事还算不算数? 我笑着哄他,和公子有婚事的该是公子的真表妹才对。 后来我离府远去,更是让他们找我找得发疯。 我被人从水里捞上来后,便一直高烧不断。 冬日里,寒风冷冽,被乳单薄。 我以为我就要死在江洗房了。 幸而江洗房的老人高嬷嬷见我可怜,花了自己存的铜板去外头买了药,又偷偷跑去小厨房煎好,一勺一勺咬着药为了我几日。 很快,酒并建好,江洗房的火也立马压了上来。 我吭哧吱吱吱洗着盆里花里胡哨的衣裳时,高嬷嬷就坐在小木凳上哀叹,云州啊,你命真苦呢。 我乐呵呵笑出声,一甩手里的春衫,水滴溅了满地都是。 不苦不苦,总比当射触墙。 高嬷嬷宁着白眉,以为我是前几日生病,把脑子烧坏了。 她当然不懂我在说些什么,毕竟她没吃过朝九晚时的苦。 而我,也因没享受过远主富贵闲散的小姐生活。 所以才能安安心心地在这替人换衣。 吉姬里的前一天,叶云州,也就是我这副身子的主人,是假货的时暴露了。 远主是老太太外孙女,双亲病死时,也不过十一岁。 老太太见不得外孙女受苦,便派人把她接到了乡府里来好生养着。 这一养便是五年。 吉姬前,远主试着衣裳时,老太太和婆子端着点心来到了房中。 于是,便见着她细嫩的尖头上一片白。 可老太太记得,自家孙女尖头上该是有颗红质才是。 细盘一翻后,真相才明了。 远主的娘亲和老太太的女儿是同一日生产的。 为了不让亲生女儿重蹈覆辙自己悲催的丫鬟人生, 娘亲斜面顿起,便将两人的孩子给调包了。 所以,这才有了后头的荒唐事。 得知真相后,真正的千金表小姐也被接回府中。 而远主也被赶到了江洗房,做粗食丫鬟,回到了原本的人生轨迹。 身骄肉桂活了那么多年,一时间受不了丫鬟的苦,便选择了投合自尽。 而我呢,本在家里睡得好好的,一睁眼穿到这来了。 在江洗房的洗衣虽辛苦,整日里都要对着一堆又一堆的衣裳, 做不好还要被管事的柳妈子阴阳怪气。 但日子还算相安无事,没有让我这个穿越女碰上古装剧里的那些勾心斗角。 直到那天用饭时,我才惊觉,不是幸运没碰上,只是时候未到。 我箩筐里的衣物永远都是比别人多的。 高嬷嬷有时会帮我洗一些,但只要被柳妈子发现,高嬷嬷会被骂, 而我就要挨她一顿打,腾条抽到背上,又疼又麻。 今早好不容易赶在放饭前,把送来的衣物都洗完了, 谁知我心心念念的饭菜,却被院里的狗给偷吃了。 眼睁睁地看着本来属于我的大鸡腿,被狗啃得连骨头都不剩, 心里委屈,拾起地上的扫帚,想把她赶走。 谁知扫帚还未挥下,才悬在半空,那黄狗便呲牙咧嘴, 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怪叫,须余不到,两眼一翻昏倒在地。 一时间,我正愣在原地,吓得扫帚也从手里滑落。 高嬷嬷听到院里的动静急忙赶了过来, 只是稍稍瞧了倒地的黄狗一眼便连拖带拽地将我扯回房中。 我定下神来,小声询问, 嬷嬷,那只狗是中了毒。 高嬷嬷点头,孩子,有人要吓要害你呢? 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怪不得平素里都是些碎肉青菜, 今日却有大鸡腿,原来是掺了毒来害我的。 没想到的是,此事没油的我申冤, 就被柳妈子罚了一个月的月银。 理由是,我吓要害死了院里的狗。 担心再这样下去,小命不保, 我把身上能当的东西都拿去换了些铜板, 买了米和土豆,打算自己做饭吃。 今天手里的火少, 我把洗好的土豆和米丢进土砂锅里, 燃起架好的柴火,开始烧饭。 过了会,锅里便冒出腾腾热气。 即便是吃了将近半月的土豆泥拌饭, 闻到这股胃我也还是会馋得流口水。 我两手脏腾腾,等待着饭熟时, 后头忽而传来一难声, 你在干嘛? 我回头便看见了裴玉辰。 少年自意风发, 一身悬浮, 竖着马尾, 正一脸疑惑地盯着这土砂锅。 我知道, 这是像府里的大公子, 也是我从前的表哥。 做饭呢? 他似乎对我这一回答很是惊奇, 绕到我的对面, 你不是一向食指不沾阳春水吗? 竟还会做饭? 听府里的下人说, 前些日子你投河了, 说是受不了做丫鬟的苦。 面对昔日的表哥兼未婚夫, 我两手一摊说, 投河以后脑袋进水了, 能吃得了苦了。 裴玉辰俯看着我, 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被人这么瞧着, 心里总觉得不大舒服, 可如今我只是个丫鬟, 只得好言好语问道, 裴大公子来江洗房, 是有何吩咐吗? 裴玉辰指了指身上的悬浮, 他这身悬浮好生眼熟, 我心一惊, 糟了, 莫不是前几日洗坏的那件, 和身上这件样是一模一样的, 送来江洗房有些日子了, 你可曾见过, 那件洗坏的悬浮被我塞到了枕下, 本打算趁着空闲时用针线补补, 可一不小心就给忘了, 没成想, 竟是裴玉辰的衣物, 虽说印象里的裴玉辰从不惩罚下人, 待人也是和善的, 可我是个抢了他表妹的十多年人生的假货, 难免他心中不记恨, 记人篱下, 总是要折腰的, 我站起身, 露出一个很假的笑容, 公子啊, 那衣裳我明日便给您送过去, 保证给您洗得干干净净, 运得服服贴贴的, 裴玉辰不信, 一条梅, 裹针, 你会运衣物吗? 别给我运坏了, 我点头, 语气坚定, 那肯定是真真的, 裴玉辰走后, 我三下两下把饭吃完, 便开始补那悬浮上的破洞, 一个下午的光景过去, 在高嬷嬷的帮助下, 总算不好了, 一日起了个大早, 拿着运斗, 又小心翼翼运了一遍, 才走到半路, 我便被大夫人的小丫鬟拦住了, 大夫人把我喊来, 却又不愿见我, 我捧着乘了衣服的漆盘, 站在门前等, 路过的丫鬟仆夫妇们, 无不对我这位贾小姐指指点点, 足足站了一个时辰后, 我终于忍受不了了, 捏了把发酸的大腿, 我便朝着屋里头提声问道, 大夫人找我来有何事? 我应该没犯什么事吧? 话音才落, 就是吱啊一声响, 房门被打开了, 里头走出一婆子, 把我领进了屋里, 大夫人坐在榻上, 手里正把玩着金鹰落, 云州啊, 坐下人干粗活的日子不好过吧, 我知道, 打了这么多年被人伺候的小姐, 现在反倒是要去伺候人了, 肯定是不好受的, 大夫人一脸怜悯地看着我, 出乎她意料的是, 我却摇摇头, 回夫人的话, 我挺好的, 哦, 这么说你还挺适应, 大夫人抿了口茶, 淡淡开口, 千金小姐当惯了一时不适应也正常, 不过如今童景回来了, 你便要摆清楚自己的身份, 老太太心善, 不计较你娘亲当年干的那些烟渣事, 不计前嫌把你留在府中服侍主子们, 那你便要懂得知足, 懂得感恩, 我把棋盘搁置在一边, 连连磕了好几个头, 云州之族, 感谢老太太和大夫人的大恩大德, 不料我头还未抬, 大夫人便把手中的金鹰落甩到地上, 不偏不倚恰巧砸到我跟前, 那便安安分分地做好你的丫鬟, 别总想着勾搭主子企图翻身的法子, 我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 若是说没有一点感情那都是假的, 我也知你从前爱慕玉晨, 可与她有婚事的是府里的表小姐, 不是你, 莫要忘了身份, 这条金鹰落缘是你们婚事的信物, 如今铜锦也回来了, 信物也是要换的, 这条金鹰落便全当赏你吧, 拾起那条金鹰落, 我又重重磕了个头, 哆嗦着腿回到江洗房, 江洗房里的婆子们见我手里钻了条金链子, 眼嘴眯眼地在偷笑, 还问我是不是去爬了大公子的床, 毕竟从前相识, 爬床也容易些, 我翻了个白眼, 没搭理他们, 将得知不意的金鹰落藏进小匣子里, 我坐在床檐边叹气, 明明什么都没做, 还要挨一顿骂, 其实嘛, 这丫鬟当得和社畜差不了多少, 活多钱少, 莫名其妙被扣工资, 被人怀疑心思不纯, 还要提心吊胆, 防着防那的, 不然一不小心, 小命便没了, 看来早日赎身才是王道, 待在这还要负担原主的债和骂子, 想安分守己做个丫鬟, 都是件难事, 这地方啊, 哪里是人待的, 上次半路被结合后, 送医的事就搁置了, 江洗房的一名小丫鬟, 主动来找我担了此事, 想来, 她应该以为我真是爬了少爷的床, 换了条金鹰落, 便想借着此机会, 飞上枝头变凤凰, 我提醒了几句, 估摸着她一个字, 也没能听进耳朵里, 捧了棋盘, 高高兴兴跑了出去, 不料, 此事被大夫人发现了, 小丫鬟也死在了乱棍之下, 我在院里做饭时, 裴玉晨又来找我要衣服了, 我二话不说, 灭了正烧着的柴火, 便往屋里头赶, 裴玉晨习过午, 腿长又占优势, 三步并两步走不到一会, 便把我拦了下来, 躲我, 我顿住脚步, 记忆里, 园主从前都是一口一个玉晨哥哥 跟在裴玉晨后边喊的, 而裴玉晨永远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如今身份变了, 我也只是个纠战雀巢的穿越者, 加之大夫人的压迫能不躲吗? 大公子, 您的悬服不是已经送过去了吗? 小丫鬟死后, 悬服就让带夫人屋里的人拿走了, 她那样心疼自己的宝贝儿子 没理由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裴玉晨双手抱毙, 朝我走了两小步, 这就是你说的洗得干干净净, 运得服服贴贴啊。 她一面说着, 一面拎起一百一脚, 我不解地扫了她一眼。 好家伙, 悬服送出去时是完整崭新的, 说是才治好的新衣都不为过。 可如今裴玉晨身上那件, 皱得倒像是压缸底的臭咸菜, 就连我辛辛苦苦不好的破洞 也裂开了。 想来可能是丫鬟与旁人争执时弄的, 裴玉晨估计还不知晓此事, 不然也不会来找我。 一时半会难, 和她解释, 便只好挠挠眉心, 路上出了点岔子, 大公子若是介意, 我再帮你洗洗, 运运。 裴玉晨有些嫌弃地 啪啦啪啦身上的悬浮, 都这样了, 洗洗还有用吗? 你还是陪我一件吧, 陪她一件衣裳, 那得要攒多久的钱, 才能赔得起啊, 我还要攒钱赎身呢。 我问, 大公子要不你 还是让管事的柳妈子 打我一顿吧。 将洗房的规定, 做错事便打, 时障起步, 犯的错越重棍棒打得 也就越多。 弄坏主人家的衣裳, 想来打个皮开肉战, 也都是寻常的了。 我穷, 但身子骨硬朗, 意志力顽强, 挨得了棍棒。 我露出泰然自若的神情, 可到了裴玉辰眼里, 却成了生无可恋。 她大手一挥, 落水后, 算是把你的腰给折了 和娇气给灭了。 罢了罢了, 看在从前是一起长大的份上 就不和你计较了。 扑通一声, 我双膝跪地, 给裴玉辰磕了三个响头。 做丫鬟呢, 也是不容易的。 柳妈子来找我了, 不过这次她没摆着平日里那张臭脸, 对我阴阳怪气, 手里也没拿藤条, 反倒是捧了个小荷包给我。 云州啊, 这是你上个月的月前, 狗子的事便不计较了, 把这钱拿好了。 我接过荷包, 眯眼笑了笑, 您不妨有事直说吧。 柳妈子一愣, 玄机道, 小姐要你去伺候是你的福气, 这月前也是小姐让还给你的, 好好收拾收拾。 这时, 我才知道, 原来真正的表小姐夜童紧拔了, 我去她院里伺候。 我两眼发黑, 白眼一翻, 险些昏了过去, 心里直犯嘀咕, 能婉拒吗? 这样也太尴尬了吧, 可丫鬟哪有拒绝的权力? 被塞到夜童紧屋里的第一天, 婆子们就把清扫院落的活都丢给了我。 清扫枯枝落叶, 擦地浇花剪枝鸭, 忙活了一整日, 近黄昏时, 仆妇们放饭, 在夜童紧着, 估计应该不会有人对我下毒吧, 可轮到我时, 一粒熟米都没得了。 那放饭的婆子吼着嗓子说, 没了没了, 赶紧走吧。 可她一面说着, 一面端起藏在角落里, 一碗饭菜往屋里头走。 我累得发昏, 但还是迈着大步朝她走去, 像个饿得眼红的野狼, 扑向吃食般扑向她。 这不是有吗? 把我的饭菜给回我。 我张大嘴巴, 狠狠地朝她手腕上咬了一大口, 放饭的婆子惊叫一声, 手一抖出, 碗砸在地上碎了一地, 饭菜七零八落, 也撒了一地。 目光不经意间, 撇到地上还腾着热气的饭菜, 我再也压不住情绪哭了出来。 我都已经是那么低贱的丫鬟了, 什么事都愿意做了, 又没犯什么错, 为什么要针对我呀? 你个小兔崽子找打是吧? 放饭的婆子抬手, 朝我脸上打去。 我往旁边一闪, 躲过了她的那一巴掌。 转头要跑时, 没看清路, 迎面撞上了恰巧路过的叶童姐。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叶童姐。 叶童姐让我在屋里头候着, 她换身衣服便来。 我跪在地上, 环视着周遭。 室内陈设, 一应既熟悉又陌生, 我甚至在想, 要是在被发现是假小姐前穿越过来, 说不定还能想几日福呢? 也不至于一开局就是遭人闲的丫鬟。 叶童姐进来了, 她走到我面前将我扶起身来。 我掺着她的小臂, 连忙道谢, 多谢小姐垂帘。 听到我这么一番话, 叶童姐的动作明显一愣。 她把我扶起后, 又抽出了腰间的粉帕子 递到了我的手上。 擦擦眼泪吧。 我急忙到了生谢, 双手接过, 垂着头, 没用那条帕子去擦拭脸上的类子。 叶童姐把我叫来, 不用猜也知道, 和大夫人一样 是为了陪玉晨的事吧。 只听见叶童姐柔声开口, 往事不可追, 以往的事也没必要纠结了。 我也不会为难你, 你的事我也听说了, 要不然你在我手底下干活吧, 做我的贴身婢女, 脏活少, 日子也好过些。 如何? 啊? 真的假的? 微证过后, 我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真的吗? 小姐能够不计前嫌地收留我吗? 叶童姐眼嘴一笑, 此刻的她像是观音菩萨般 闪烁着刺眼的光芒。 我又跪下了, 不过这次跪得心甘情愿。 多谢小姐, 多谢小姐, 你真是一个大好人。 叶童姐又对着我笑了, 笑得眉眼弯弯。 笑得是那样的灿烂如羊。 在叶童姐身边当差后, 日子果然顺了不少。 不用再洗那些脏衣服, 也不会再挨饿挨打。 平素的活, 也不过是端茶送水, 偶尔做些吃食, 得空食, 还能和小丫鬟们 在树下扯闲话, 聊话本。 我发现在现代读过的 那些狗血言情 起了大作用, 小丫鬟们都爱听我讲故事, 时常也与我, 云州, 你要不去写画本子吧, 铁定受人欢迎的。 小丫鬟们捧着哄着, 被捧上天的 我便乐呵呵地写了一两本。 不出三日, 才写好不久的画本子 就在下人们之间传开了。 小丫鬟们都到画本写得好看, 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我也因此收获了一小批迷妹。 我也没放过 自己在古代仅有的特长, 打算用此谋一条生路。 书局的人对我写的画本 很是满意, 给了我一大笔钱, 老板也抑郁 与我长期合作。 拿到钱财的第一天, 我买了烧机 去找高嬷嬷。 烧机肥美, 是我穿到这破地方 吃得最好的一顿。 每餐一顿后, 我给自己定下了小目标, 写画本赚钱, 趁早离开。 没料到的是, 其中有一本画本 传到了裴玉晨手里。 我被叫过去时, 裴玉晨正在练剑。 裴玉晨站在朝阳下, 手里挥动得长剑, 发出嗖嗖的风声。 汗水顺着他 棱角分明的脸颊流下, 眉眼浓烈, 眼神坚毅, 一时间, 我看呆了眼, 其实更让我觉得 惊讶的是, 这样清秀俊朗的 少年郎 也会看画本。 想着想着, 眼皮子就开始 打起了架, 我靠在树下睡着了。 在睁眼时, 只见裴玉晨 拿着画本站在前边, 眉头紧锁着。 不知再呢喃些什么, 他换了身白衣, 再也不是以往 死气沉沉地悬浮了。 这个是你写的? 我拍了拍衣裳起身, 看了眼他手里的画本, 有些尴尬点头。 呃, 嗯, 乱写的乱写的, 大公子你还是别看了, 免得脏了眼睛。 裴玉晨却晃晃手里的画本说, 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里面那个敢于 与父母对抗, 迎娶心爱女子的王爷 就很不错。 想到画本里那一段情节, 尴尬得我只好 干笑了几声, 多谢大公子夸奖, 没想到大公子 也会看这种东西啊。 裴玉晨一笑, 很奇怪吗? 我只是没想到你 也会写画本呢。 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呢? 我说, 人总是会变的嘛, 就像大公子从前爱读书, 现在不也变得爱耍贱吗? 话因为落, 我便见到裴玉晨脸色一沉, 神情不大好看。 其实, 我一直以来想的都是 做个将军, 可家里人都想让我考科举。 这件事, 我还真不知晓, 脑子里也没有和裴玉晨 理想有关的记忆。 见周遭气氛低沉,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欢快些道, 想做将军驰骋沙场, 挺好的呀。 有梦想就是好事, 有梦想就去追。 方才我见你耍得见, 很酷啊。 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肯定的话语, 裴玉晨一脸不可思议, 真的吗? 你也这么觉得吗? 我说, 是啊, 你看我画本里的人物, 都为了自己所爱人或者是做出反抗, 也正是因为他们勇敢迈出了这一步, 才能走向成功。 裴玉晨连忙翻起手中的画本, 我觉得好笑。 她让我给她讲画本里的故事, 觉得看着没有听着有趣, 我便和她伸手要钱。 此后, 我又多了个赚钱的法子。 日子一天天地再过, 近来也没有再遇上什么糟心事, 我手里头也攒了好些钱了。 真正的表小姐叶童锦呢, 也是个好脾气的主, 没有因往事而为难我, 无事时便坐在岸前写写画画。 打扫屋子时, 我偷偷瞧过, 叶童锦这画技嘛, 还得再学学练练, 半点看不出画上那人是未婚夫裴玉晨。 叶童锦待人也是极好的, 会把一些好吃的分给下人们。 金的老太太那边送来了白果糕, 等到老太太派来的婆子走后, 叶童锦把我叫进了屋里, 说是没胃口, 又把送来的这些点心分给了我。 云州, 这一叠给你。 哦, 还有这一叠, 你吃完后便送过去给表哥吧。 我捧起桌子上两叠一模一样的白果糕问, 现在, 拿去送给大公子吗? 说实话, 我并不是很想去找裴玉晨。 那丧命在乱棍之下的小丫鬟, 就是对所有丫鬟的一个无声警告。 我看了眼蝶子里的百香果, 促起眉头, 小姐能不能换个人把这送给大公子。 可话音才刚落, 一向柔声细语的叶童锦, 却突然冷下声来问道, 是我平日里待你太好了吗? 这件事是什么很为难的事吗? 怎么瞧着你的模样, 好像不大情愿。 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的确, 我只是一个丫鬟, 哪能有拒绝的理由? 哪能提什么要求呢? 愁闷地坐在花音下, 把属于我的那叠白果糕吃尽后, 我便捧着碟子往裴玉晨的屋里走去。 午后云淡, 日透灼眼, 阳光打在人身上时, 又闷又热, 很是不舒服。 明明才只是牧春, 这天气怎么跟酷暑似的。 好不容易走到裴玉晨房门前, 守门的侍卫还得进里边通报。 即便是立在廊下, 我也觉得自己像是在蒸笼里, 被热气蒸得全身体软无力。 我进来时, 裴玉晨正在书案前写字, 大公子, 叶小姐命我给你送来的糕点。 我喘着气把白果膏放下, 裴玉晨撂下手中的毛笔抬眸看着我,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脸颊两边火辣辣的热, 我摇着手给自己的脸扇风。 什么? 我的脸怎么了? 裴玉晨说, 红通通, 跟猴屁股似的。 我揉了揉脸颊, 想开口说话, 却发现嗓子干涩得连口水都难以咽下去, 全身上下有种莫名的酸软感。 还是裴玉晨察觉到了不对劲, 你这是中了药? 我挠着脖子, 没有吧, 只是觉得有点热。 没等我把话说完, 裴玉晨站起身, 反手握住了我的手腕, 只见她浓眉一紧, 沉着声开口, 是没药。 谁给你下的药? 我热得头晕眼花, 根本听不清裴玉晨在说些什么。 眼前一片模糊, 双手不由自主地开始扯着身上的衣裳, 只希望能凉快些。 恍惚间, 好像听到裴玉晨在同我说话, 紧接着双肩就被人握住了, 但不妨碍我胡乱扯着上衣。 你们二人在干嘛? 是大夫人的声音。 我转眼过去看, 看了会才肯定就是大夫人。 真是倒大霉了, 天生就这样凑巧。 我想推开禁锢我肩膀的那双手, 可使不上力, 挣扎间, 脖梗处被人重重一击, 疼痛盖过了浑身燥热的难受。 好困好累。 等我再醒来时, 是在一张柔软的床上。 埋头看了看身上的衣裳后, 我舒了口气。 我看了看周遭的陈设, 这是在叶童锦的房间里。 听到有动静, 叶童锦也走了进来, 站在床边, 俯瞰着我。 云州, 没想到你竟会做出这种事。 我好心收留你, 你不但不懂得感恩海。 他顿了半赏, 才咬牙继续说道, 还衣衫不整地去勾引表哥。 若不是老太太护着你, 你还能躺在这? 我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 老太太, 衣衫不整, 等一下, 小姐, 我和裴玉辰什么都没有做呀。 叶童锦眼眶发红, 你和表哥的事府里都传开了。 以后你也没待在这儿的必要了, 若你还知廉耻就离开吧。 我一愣, 离开府里吗? 叶童锦说, 对, 看在你这些天伺候我的情分上, 我能放你离开, 不要一分钱。 听到眼前人这么一说, 近日以来发生的一些事 也都串联起来了。 啊, 原来啊, 他的目的是这个, 还是担心我会给他造成威胁啊。 不过想让我离开 何必费这么大周折, 和我说一声便好了, 这鬼地方谁想待。 如今积攒的钱财虽不多, 但温饱足矣, 加之有血化本的技能傍身。 游历山南水北, 大漠雪山是迟早的事。 如今叶童锦界事端 卖了份好心, 把我赶出府, 我也不是什么有骨气的人, 能出去比待在这墙一万倍。 我把细软衣裳 收拾好装进了包袱里, 和高默默道别后, 便趁着夜色来到了脚门。 夜童锦说他让人拿了我的卖身器, 让我去府外长街的镜头等变好。 夜色深沉, 长街的镜头没有一点亮光。 等了许久也没人来, 我正犹豫着去留时, 后颈处传来一阵麻意, 紧接着的就是窒息感。 一条麻绳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愈勒愈紧。 我喘不了气, 扯着脖子上麻绳, 可再怎么努力也都是无济于事, 手里的包袱也掉在了地上。 救,救命! 窒息感麻木着全身, 我感觉我快要死了。 云舟, 是裴玉晨的声音。 双眼模糊, 昏暗中, 我看见裴玉晨的身影 由小变大。 我伸出手, 试图去触碰她。 裴, 玉晨, 救我。 到底是练过武功, 有当将军资质的人。 片刻不到, 三下两招, 裴玉晨便把那人反手擒住了。 我摊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吸着气, 眼前逐渐清明。 您回视线后, 这才看清 想要我小命的人是什么模样。 好生眼熟啊。 放开我。 那人在胡乱挣扎着, 裴玉晨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抬起手正欲往他脖梗处敲时, 我出声制止了他。 等等, 你是那画中人, 平宿里夜童锦最爱画的那男子。 怪不得说, 那画里的人和裴玉晨的样貌不大相像, 原来画中人是另有其人。 那男子和裴玉晨听到我这一番话, 双双皱起眉头, 不明所以。 我拍拍屁股起身, 毫不避讳说到, 夜童锦派你来的。 你和他什么关系? 你是他晴朗。 男子等到双眼, 听到夜童锦三字时, 神色间明显闪过一丝慌乱。 没, 没有。 这声音也好耳熟啊。 呼的, 我想起不久前, 一个单独守夜的夜晚。 夜童锦的另一位贴身丫鬟吃坏了肚子来找我换职。 我一口答应了。 打着灯笼往夜童锦房门去, 经过窗边时, 便听到了粗喘的男声混杂着女子含糊不清的呻吟声。 但只是短短一刹那。 我以为太困了, 这才出现幻听, 现在想来或许在夜童锦屋里的 正是眼前这小白脸吧。 裴玉晨正愣在一旁, 似是还在思索着我说的话。 那男子拼命摇头, 说着不是。 可他越辩解, 越险其慌乱。 我正想着眼下该如何坐实, 长街那头传来一阵又一阵的脚步声。 为首的那人, 竟是老太太。 他敲着拐杖, 步子又急又乱朝我们走来。 玉晨, 云州。 原是守门的门房听到了动静, 便去把府里的护卫给叫了过来。 老太太遣人来夜童锦房里寻我, 却寻不到人, 看见被惊动的侍卫后, 也便跟了过来, 发现我果然是在这。 我被接到了老太太屋里, 等了将近半个时辰, 老太太终于回来了。 普通一声响, 我又跪了下来。 当丫鬟的这些日子里, 我也总算明白了, 屈膝跪地是好使的, 至少能保住小命。 可求饶的话还未说出口, 我便被人掺着起身了。 好孩子受苦了呀。 我眨眨眼, 往着面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 顿时有些不解了。 我没有勾引大公子啊, 是被人下了药, 有人给我下药。 夜童锦三字脱口欲出, 我却急忙收住了。 李智告诉我, 即便说出来也无用, 真正的表小姐是夜童锦, 不是我, 我只是个丫鬟, 没人会帮我的。 没成想, 老太太却柔声说, 云州啊, 我都知道, 方才玉晨同我讲了, 你被下药的事。 还有那要害你的人? 我心一暖, 看来没白给裴玉晨讲话本。 老婆子, 我也是舍不得你, 毕竟相处了那么多年, 就算是猫猫狗狗也有感情, 更何况是人呢? 这话听着怪, 却不无道理, 想来园主也是这样觉得的吧, 所以才忍受不了做丫鬟的生活, 才想着一了百了。 老太太眼眶微红看着我, 和园主记忆里慈祥的外祖母并无差别, 我见不得这些, 心一软也跟着眼酸。 老太太哽着声问我可愿留下来陪她这老太婆, 我顿住了, 不知该如何打。 我摇摇头, 老太太见了后, 便握住我的手叹一声, 就流一滴眼泪, 嘴里念叨着孩子别走。 想了想, 我终究还是点头答应了。 我被留在了老太太屋里, 还是个小丫鬟, 只是不用干活, 每天都过着闲散无忧的日子, 所有人都待我很好, 就连大夫人与我说话都是甜滋滋的。 裴玉晨时常来找我, 让我给她读话本厅。 一日, 我坐着亭子里吃点心, 陪玉晨走来坐到我面前, 也不说话, 只是盯着我看。 我揉揉脸, 我脸上有东西吗? 她摇头, 那你在看什么呢? 她垂下眼眸, 过了会儿才到, 从前的婚事, 可还作数。 我一顿, 咽下嘴里嚼着的点心笑道, 和大公子有婚事的 该是公子的真表妹叶小姐才对。 裴玉晨吃笑一声, 早就作废了, 因为那个小情郎。 嗯, 听说是之前就认识的, 老太太骂了叶童锦一顿, 将那男的乱棍打死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 缓了缓, 安慰裴玉晨道, 你也别伤心, 不值得。 裴玉晨挑起眉梢, 我何曾说过我伤心, 婚事废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哦, 我调侃道, 看起来大公子不大喜欢这门婚事呢。 裴玉晨有些无奈, 一直都不大喜欢, 可又是老太太定下的, 以前闹过, 不也没用吗? 印象里, 裴玉晨的确不大喜欢我这个小表妹, 平日里也是冷言冷语的。 不过幸好, 如今缓和多了就。 宫里的老太妃忽然打算来府里做客, 裴府上下为筹备宴席乱成一团。 像是这样的宴会, 原是没我似的, 可老太太却命人 给我换上了新衣上, 作为小姐和叶童锦一起参加宴席。 叶童锦就坐在我对面, 今日的她和以往不大相同, 穿着朴素, 脸上也灰扑扑的, 如此衬托之下, 她倒更像是个丫鬟。 叶童锦看我的眼神, 除了冷淡, 似乎还带着些恨意。 而裴玉尘则坐在我身边, 拧着眉头, 不知再想些什么。 整场宴席下来, 我都在埋头吃饭。 宴席结束, 老太太牵着我的手, 来到了花厅。 老太妃正坐在太师椅上, 小口小口抿着茶盏里的茶, 见到我来时, 抬起眸, 眼中尽是喜色。 老太妃温声打量着我说, 是个讨喜的孩子。 老太太客气回道, 这孙女模样还是不错的, 比铜锦好。 老太妃评价说, 那可比铜锦好太多了。 我不解地转头看向 握着我手腕的老太太, 只觉得她很是陌生。 老太妃察觉到了我的疑惑, 解释道, 近来边境处常受到西戎人的骚扰, 圣上是打算挑一名贵女封为公主再嫁过去, 云州姑娘可愿做我的干女儿。 直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 为什么老太太那天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把我留下? 原来不是因为有感情在, 是为了不让叶童锦去和亲, 不想让她亲外孙女受苦, 但又想为裴家牟利, 于是就拿我顶替上去。 呵, 好事, 好个屁, 我不愿和亲, 可老太太, 裴府上下哪肯。 我被锁在了房里, 任凭我在怎么拍打房门, 再怎么呼救回应我的也只有沉默。 我缩在角落里抹眼泪, 回想着穿越到这破地方的日子, 几乎没有一天是好过的。 破地方乌乌, 我只是个小丫鬟,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不想做小姐, 也不想做公主, 只想安安生生做个丫鬟, 可府里人人都要针对我吗? 云州, 我抬起泪眼, 寻着声望去。 是高嬷嬷? 嬷嬷? 你怎么在这? 她亲手亲脚打开房门, 低声道, 快, 快些起身, 大公子在等你呢。 趁着夜深人静, 我又一次来到长街尽头, 只不过这次等我的是裴玉辰, 她站在车咕噜前踱步, 见到我来后, 止住步子, 松了口气, 快, 你们快上车, 别被发现了。 我先把高嬷嬷扶上马车, 自己载上, 可踏上叫邓那刻, 我顿住了, 转头去看裴玉辰。 月色下, 少年一身悬浮, 似是要与黑夜相容。 那你怎么办? 被发现了怎么办? 这还是我第一次, 用如此郑重其事的语气, 同他讲话。 陪玉辰听罢, 两手一摊,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被发现又如何? 至多挨一顿, 打挨一顿骂呗。 别担心我, 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眼眶不争气地开始发酸, 我朝他一笑, 谢谢你, 陪玉辰。 他没笑, 只是淡淡回道, 保重。 上了马车后, 高嬷嬷给我递来两样东西, 是我们的卖身器。 角落里有个大包袱, 里头全是钱财。 听说陪府为了找我弄了好大的动静, 但始终无果。 不久后, 陪府的人也放弃找我了, 可和亲的事不能耽搁, 无奈之下, 陪老爷和老太太 还是把夜铜锦送了出去。 而我则和高嬷嬷 在江南的一个偏远小镇上 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 我写画本, 他替人绣花, 不愁温饱, 也积攒了很多钱财, 正准备用这些钱四处游玩。 听街坊邻居说, 陪家出了个小将军, 年少有为, 领着军队打仗, 赶跑了猖狂的西戎军。 如陪玉晨所愿, 他成了保家卫国的将军。 真替他高兴, 我把他作为原型, 写进画本里。 这次的画本卖得很好, 就连书局老板都夸, 好久没看过这样好看的画本了。 而我呢, 当然是又赚了一笔钱。 几个月后, 我收到了一份信件。 拆开信件, 里头的字迹很是熟悉。 里头写道, 画本我看了, 写得很好, 何时去游山满水? 要不先来大漠, 看我打下天地。 军营里的人都说, 土豆焖饭好吃, 想看看是哪位发明的。 看到洛款人的姓名, 我玩耳一笑, 还和以前一样, 少年气盛。 故事二 我同时于明借父娘子尾随着牙花子妈妈走进了死囚牢。 我任务就是在今夜同赵家少爷一夜借父, 借我的肚子, 为赵家留肿, 序后。 赵家少爷明天就要被押去刑场砍头。 他可是本地首富赵大护家三代单传的独子。 赵家丝绸茶叶生意变天下, 祖上曾负责给公礼置办贡品, 门庭显贵。 可谁想着赵家少爷刘洋读书昏了头, 归国就加入乱党, 竟然敢去行赐楚州都督孟光贵。 听说这楚州都督涅台大人孟总督 还是赵少爷的嫡亲娘舅, 这赵少爷简直六亲不认。 而我, 一个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店护女, 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 竟同这富贵鸟一样的赵少爷狱中结缘。 田地里寸草不生, 开春以来, 我的弟弟妹妹已经被饿死了两个。 爹走投无路寒了心, 偷来一包老鼠药, 逼我们一家人吃下。 只是我自己不甘心, 拼死拼活挣扎逃生, 还咬伤了爹爹。 我要求牙花子和妈妈卖了我, 我不想死。 卖掉我好歹, 也给弟弟妹妹们换口饭吃。 可我生得这模样, 真令和妈妈发愁, 瘦骨临寻像具骷髅, 且不说, 面黄鸡兽一头黄毛像田里干瘪的萝卜, 怕是卖不出价钱。 天巧赵家这介负的买卖来得及, 反是和妈妈口中的肥缺。 有水大, 回钱快, 只不过去伺候死囚少爷一夜, 就能挣到两吊钱。 这钱若是拿来买些康熬糊糊, 一家人就能挨过半年了。 这生意, 划算。 只是我生的这副恶鬼投胎的模样, 和妈妈说下言诡都不会跳上我同房。 我正在沮丧, 谁想天无绝人之路, 和妈妈临时无法凑齐十个介负娘子, 只好就拿我去烂鱼冲树。 说好了, 不论是成与否, 先给我半掉钱。 我想, 自当去死囚牢里见识一遭。 这死囚牢阴森森地, 寒气隔着草鞋从脚心往心窝里窜。 我冷, 准确说是恶。 可就在我鸡肠鹿鹿时, 鼻尖飘过一股食物诱人勾魂儿的香气, 真像呀。 我忍不住深深咽口唾沫, 鼻子寻找香气飘来的方向, 就在眼前撇扎了门里。 甘草堆靠墙伴做伴我个人。 我无心留意它, 只是我一眼看到它身旁摆着一张小矮桌, 上面摆着盘香喷喷油花花的酱肘子, 还有白白帽尖的大米饭。 那不是高粱米, 是大米, 城里财主才能吃上的细凉。 一壶酒, 四盘菜。 我口水都要流出, 想再多看两眼, 却被一个肥胖的背影挡住视线。 雕皮帽马挂长衫的男人在我眼前哭哭啼啼地晃来晃去, 他是赵副管家。 忽然, 他扑通跪在地, 砰砰砰地向牢门磕头, 口中央告, 少爷, 赵家三代单传, 老爷花了重金打点, 才求得这一夜的机会, 你好歹给赵家留个种才好。 牢房里, 求服血迹模糊的人, 丢出两个嫌弃的子愚昧。 我和那些候选的介妇娘子们站在阴森森的牢房栅栏边, 一脸呆猛探头探脑, 看不明究竟,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借着昏暗的油灯光, 我看到一张血污的脸, 很年轻, 丝丝纹纹的。 他坐在枯草席上, 安静地擦眼镜。 原来他就是赵少爷, 毕竟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见过大事面, 就连明天要被砍头, 也丝毫看不出他有半点恐惧。 太太眼都要哭下, 后半辈子他可指望谁 照服管家哭得肝肠寸断。 赵少爷这才叹息一声, 徐徐竖出一只手指。 管家欣喜若狂, 羊羔声音硬成, 一个一个也行。 少爷, 你乡中哪个了? 我身边的一众女子文厅 都亢奋抬起头。 那赵少爷却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说一句, 随意。 管家张张嘴, 有些为难。 众人争先恐后, 涌向管家央求纠扯着, 管家被推来嗓去, 无从拿主意。 这时, 求生的勇气让我一个剑步窜上前, 闪开纠缠管家的众人冲入牢笼, 扑跪去少爷跟前。 我也不顾他一身血污, 一把抱住他的腿。 爷, 求你留下俺吧。 别赶走俺。 俺缺钱。 鸡鸣钱, 只要能留下不走, 俺爹就不会逼俺们一家吃老鼠药去死。 俺实在饿得活不下去了, 三天没吃了。 我抽抽耶耶, 别搅的楚州话一听, 就是外地逃难来的。 但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 管家慌忙掉头来对付我, 也不看看你这模样, 瘦骨鳞巡没拌两肉, 也想给少爷留肿。 任管家拉拽, 我死死抱住照少爷的腿, 就是不肯松手。 就在这时, 赵少爷发话了, 救他吧。 他的手指向我, 在场众人愕然。 女人们争相叫嚷着, 要伺候赵少爷, 但赵少爷不耐烦地摆摆手, 就这么定了。 管家说, 也好, 那我带了这些娘子在外面厚着, 这个完了事儿, 我就喊下一个, 于是就没有了下一个。 赵少爷蜷缩在牢房角落里, 叼着根枯草不语, 我渐渐松开手。 就这么尴尬地一阵僵持, 他不搭理我, 我也不知说什么, 这才有些后悔地 为他胆胆被我弄褶皱的裤脚。 少爷, 俺, 俺不会误了你的大事吧? 我问。 他打量我, 一脸好奇, 唇角勾出嘲讽的笑, 人生处死无大事, 不过, 有彼死还要大的事。 我眨眨眼好奇地问, 是, 是管家说的, 刘种吗? 他口中叼得稻草, 险些被他误吞进喉咙, 急得咳嗽一阵, 再看我, 他眼眸里全是哀敏和无奈。 终于, 我吞了口水问他, 少爷, 俺能吃口东西吗? 他点头说, 断头饭, 若你不嫌弃, 就吃了吧。 嫌弃, 我怎么会嫌弃? 连年洪灾, 接连瘟疫, 民不聊生, 颗粒无收。 方圆极里草根树叶都被啃光, 我还会嫌弃白米饭。 我伸手抓了一大把白米饭, 那饭竟然还热得烫手。 我也不顾了许多, 左手一把肉, 右手一口米地往嘴里塞着, 大嚼大咽, 然后就被噎得险些窒息。 于是我抓起旁边的湖几口罐下, 磕磕磕磕, 辣辣的, 那是烧酒, 不是水。 看着我被辣得替似横流的狼狈样, 赵少爷反被我逗笑了。 别哭, 慢慢吃, 都是你的, 他说。 我损着手指抽掖着。 俺没哭, 俺是高兴, 俺能吃到肉。 五年了, 还是五年前过年, 羊财主家杀猪, 俺吃到过一口白水煮大肠。 我继续啃着骨头, 眼前可是香喷喷的酱香大肘子。 赵少爷看怪物似的打量我问, 你多久没吃饭了? 我要拖延时间, 我不能轻易地被他赶走。 管家交代过, 只有被少爷留下过夜的, 才给那借负的半吊钱。 于是我同赵少爷诉说, 这几年乡下人的艰苦, 哪里还有架色耕耘。 百姓逃难流离失所, 一子而食, 我最小的弟弟被人花了两个米团就买走, 据说他被拿去炖了米肉。 米肉? 是什么? 米肉, 就是人肉。 俺爹本来要卖俺的, 可俺身上都是骨头, 不够肉。 我大嚼大咽, 说得轻松, 仿佛这一切在我的世界如此平常。 而赵少爷却愣饿了, 渐渐地, 他摘下眼镜擦拭, 他竟然落泪了, 看来是个心软面善的。 我盲羊告他, 好心的少爷, 求您别赶走俺。 若不能天亮后回家, 管家不会给阿爹那半吊钱。 再饿下去, 俺爹真的准备好老鼠药了。 他惊饿了, 拖着沉重的脚链凑近我, 蹲身在我面前。 为什么要来这里当介父娘子? 你知道什么是介父娘子吗? 他声音柔柔的, 真好听。 我摇摇头, 又努力点点头。 我说我知道的。 阿娘说, 就是一切听从管家和少爷的吩咐, 只要听话顺从, 就能熬过今晚。 幸运的话, 还能生下个可爱的宝宝, 全家人就都不用再挨饿了。 说到这里, 我眉飞色舞, 神采飞扬。 或许是吃饱了肚子, 我为赵少爷分析, 这买卖有多么的划算。 五枚大子儿, 是来这里做借父娘子的定钱。 若被少爷看中有幸伺候, 过了今夜, 就还能得半掉钱, 并且能去赵府白吃白喝住上两个月, 天天能吃上大鱼大肉过神仙日子。 若菩萨保佑, 我能怀了少爷的骨穴, 生个一男伴女, 那就可以在赵家白吃白住两年后再走。 他看着我, 脸色渐渐黯然。 我见他不信, 盲表忠心, 只要能吃上饭, 能让全家人活下去, 少爷让七月上刀山, 下火海, 七月都愿意, 我狠狠擦一把嘴角的油, 黑花花的脸对他傻笑。 他笑看着我, 像打量一个无知的傻丫头, 他伸手为我擦掉唇边的米粒。 少爷, 听说赵家很有钱, 当年还为左宗堂大人筹措军饷。 你家有饭吃, 还能天天吃上大鱼大肉, 为什么还要去当乱党? 乱党, 他苦笑, 因为, 我要看到的全天下的人都能吃饱, 女孩子不会被轻贱, 世间不再有借父娘子这漏习。 为了同你一样的天下苍生的活路, 我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愿人人生来平等, 世间没有疾苦, 百姓安居乐业, 没有列强凌辱, 没有内部腐败, 还无国无民, 一个清平世界。 他风言风语说了许多, 似自言自语, 而我似懂非懂。 难怪外面都在传说, 赵家这位少爷照耀, 先是被驢子踢坏了头, 自从他被赵老爷托人送去, 随朝廷贵族子弟西洋求学三年归来, 就变成个风言风语的怪人。 他竟然去刺杀他的舅舅, 楚州王梦都督, 幸好他早被赵家家谱除名逐出家门, 官府才为株连赵家满门。 可介父这是我一家人的活路, 我一家人为这个机会磕破了头才得来, 就是给赵家生生世世当牛做马, 都心甘情愿。 你叫七月? 耳听了鸡鸣报小, 他忽然问我, 我点点头, 解释着, 暗生在七月。 娘说贱民好养活, 他用手指沾酒在地上写了两个字问我, 可是, 我摇头傻笑, 我不认识字, 他捏起我的手, 一笔一画教我, 我写得认真, 那是我的名字七月, 鱼七月。 后半夜的时间就这么默默流逝, 大牢里寂静, 有草虫寒蛙鸣叫, 也有窗外那弯新月。 少爷, 你是好人, 你真的要掉头吗? 你不怕疼吗? 我听到鸡叫, 忽来莫名的恐惧, 想到断头台, 看着他青春透了稚嫩的面颊, 就一阵揪心的痛, 掉下眼泪抽噎起来。 他握住我的小手, 打亮我枯花的脸, 笑了摇头。 忽然, 他灵机一动向外看看, 对我低声, 小七月, 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少爷你吩咐, 时辰到了, 快些走人吧, 外面狱卒开始催促, 轰赶我离开。 少爷忽然到一声, 得罪了, 突如其来将我扑压在身下。 那一刻, 我惊乱了, 少爷压在我身上, 我们贴得那么的近,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陌生男人接触。 我没有闭眼, 他的面颊就在我眼前, 那么大, 那么清晰, 尤其摘掉眼镜, 那双明彻如沉了寒星般的眼, 对我调皮眨眨, 是以我晋升。 闹市口昌军殿, 有间逢计香火铺子。 门口挂了一串辣椒和一双草鞋。 你去把辣椒取下, 草鞋只挂一只, 记得, 一只, 可能做到。 我低声重复, 他确认点头, 不要让人发现你, 否则你也会掉头, 他警告我。 你有十足把握就帮我, 若不敢, 我不怪你。 此事不许对任何人说, 是你我的秘密。 记得, 快去。 我很命地点头, 我一定为他绊倒。 可是, 少爷, 你能不能不死? 你是好人。 他起身, 抱起我, 为我胆着身上的枯草, 对我温柔地说, 我在酒泉下感激你。 爹爹说, 受人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我吃了赵家少爷一顿饱饭, 拼死也要完成他所托之事。 管家带我上了马车, 依照契约, 我这介父娘子自此要住进赵府。 管家说我已经是少爷的人了, 我却坚持说需要回家拿些女孩子家贴身换洗的衣物, 他倒也没阻拦。 出了衙门, 闹市口是必经之路。 半途, 我大喊那急跳下马车, 设法甩掉赵家的下人, 从茅侧翻墙逃走, 直奔去隔街的香烛店。 但那香烛店门板已落下, 门缝里却透着灯光。 我才要靠近, 就听汪汪的犬吠声, 隔壁屋檐下握着一头凶狠的大柴狗, 炸开毛斑怒视我。 我试探靠近, 恶狗就穷凶极恶狂吠两声。 这可怎么办? 若被这狗叫出人来, 我就无法得手。 我急得原地转圈, 左顾右盼, 忽然摸到怀里包的那份肘子大棒骨。 那是我舍不得吃, 留给地娃们的。 我咬咬牙, 将骨头丢了过去。 果然, 柴狗比我嘴馋, 安静下来。 店铺门上挂着辣椒和草鞋, 和赵少爷说得一般无二。 我趁机奔去将草鞋扯下一只, 当然还有那串辣椒, 然后我拼命雷门。 门内有动静, 柴狗也狂吠着转回头。 我慌忙闪去暗处, 屋内探出个头, 戴着毡帽看不清模样。 他挑着灯笼, 忽然看到那辣椒和草鞋的异样, 就惊慌退回关门。 铺子里的灯火也骤然灭了。 我大功告成不如使命, 于是忙折返回去寻找管家和马车, 由着管家派人送我去和爹娘见面。 我从怀里摸出紧剩的几块点心, 这简直是天上美食, 弟弟妹妹们吃得狼吞虎咽。 我哄着他们说, 乖乖在家, 有姐姐一口饭吃, 就一定有你们的。 离家去赵府的路上, 街巷里人声鼎沸, 人群叫嚷着向阀场涌去。 听说楚州这阀场 已经一年多没有砍过罪犯脑袋了。 人山人海的罚场, 远远地, 我看到少爷的囚车徐徐驶来, 他高昂着头, 像说书人口中视死如归的大英雄。 我则哭得稀里哗啦。 我想挤去人前, 想悄悄告诉他, 我帮他办到了, 可是我根本就挤不进去。 赤脖红搭帘的刽子手 扛着大刀走向少爷, 一把揪起少爷的辫子, 将他的头狠狠地按在木桩上。 少爷忽然竭尽气力大喊,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我吓得闭眼, 默默祷告, 阎王爷, 求您心疼一下赵少爷, 他是个好人, 不要让他太受罪, 在阎罗殿吃得饱, 穿得暖。 头颅能够接回身子吧? 砰, 一声枪响。 我心头一抖, 砰砰砰, 又几声枪响。 四周哭爹喊娘, 一片大乱。 山匪乱党劫法场了, 我被挤撞着跌坐在地, 人群你推我嗓, 四下逃窜。 一场混战, 我蜷缩在角落里, 被管家护着。 一片狼藉后, 人如鸟受散去, 赵少爷也不见了踪影。 赵府仆人坐地大哭失声, 又放声大笑, 说苍天有眼。 少爷, 这是活了? 我被带去了赵家, 赵家上下都夸我是福星, 因为我昨夜同少爷圆房, 今天少爷就在罚场捡回一条命。 虽然少爷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但这似乎给了全家人一丝期望。 我也自此开启了在赵家的新生活。 赵夫人是位韶华不减的美丽妇人, 上下打量我, 两眼懒得多说一字, 就吩咐人将我这介妇娘子带去了后院。 天辟的小庭院, 有些荒凉, 荒草长满屋顶, 青苔满静。 乳娘过来套话, 只问我那夜少爷可同我做了什么。 吃饭, 少爷学俺吃了他的饭食, 真香。 还有呢? 说话, 陪少爷说话, 我一五一时地说。 乳娘又追问我几句, 听罢满脸失望。 我家少爷可是碰了你, 摸了你身子, 做了什么? 我仔细一想, 面颊飞红, 支支吾吾。 少爷, 一扑岸在地上, 压得岸喘不过起来。 一, 我不能再说, 少爷他一再叮嘱, 我和他之间的那个秘密, 不能再告诉第二个人。 俺不告诉你呢, 少爷不许俺对外人说理, 我羞红了脸低头。 乳娘听到这里, 惊得张大了嘴, 在场的几位下人, 也瞠目结舌。 我听过到一阵怯笑声, 低声议论, 想不到大少爷好着一口。 见我低头吞话羞答答的样子, 乳娘的脸色稍微转情, 微微笑笑离去。 楚州孟都督竟然亲自登门造访, 听说他曾经和赵老爷是同窗, 结拜兄弟更是太太的亲哥哥。 我被带去孟都督面前, 那可是大官, 我不由心惊胆战。 于是, 本官问你话, 你要从时招来, 孟都督问。 我吓得扑通跪地。 戏文里官老爷审案子, 都是这么开场的。 起来回话, 孟都督吩咐, 一个乡下丫头, 夜台大人还真看得起她, 大夫人满脸不屑。 那日你在牢里, 要先可是对你说了什么? 这是我和大少爷的秘密, 我故作懵懂得摇摇头。 哦, 那你从牢里出来, 为什么去了那间窝藏乱党的乡竹铺子? 什么铺子, 赵老爷和赵夫人都吓得面容失色?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 我点头, 知道瞒不住。 孟都督露出惊喜, 你去那里做什么? 俺, 从牢里出来, 吃光了大少爷的断头饭, 撑得内急, 去香火铺后面茅厕, 解大手, 周围传来窃笑声, 在嘲笑我这个乡下丫头的粗鄙, 你在香火铺门口做了什么? 坏了, 他们是发现了什么? 我不能慌, 若出了任何破绽, 我在赵家就待不下去了, 也就没有两个月的饭吃。 我低头之无, 俺路过香火铺, 有条大柴狗扑咬俺, 可凶了, 那狗抢走俺给弟弟妹妹留的肉骨头。 你还做了什么? 孟都督紧逼? 拿鞋子打狗, 没打中, 我兴兴, 愤愤不平。 说到这里, 我忽然开窍, 砰砰扣头。 胆战心惊地问, 大人, 那狗俺真的没打中, 是狗主人找大人告状了吗? 俺命见, 没有狗命值钱的。 四周窃笑声一片, 赵老爷实在看不过眼, 咳嗽一声韵怒, 梦兄, 那个孽障, 早已被赵家逐出家门。 介父取种, 不过是无奈之举, 也是梦兄首肯。 如今那孽障人到了法场, 反被贼人劫持, 死无全尸, 梦兄还是设法寻到要先的尸身才是。 赵太太哭了起来,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呀。 我儿的尸首, 可是在哥哥你的法场丢了的。 梦都督一无所获, 无去而去。 赵太太脸了泪, 赵老爷打亮我几眼, 似看出什么。 既然大少爷看中这丫头, 就让他住下吧, 赵老爷吩咐。 府里丫鬟定时给我送来一日三餐, 隔几日会有郎中来为我枕麦。 看着那香喷喷的饭菜, 我格外满足, 不由记挂其忍饥挨饿的父母。 最好能让他们也吃上一些。 我日日吃的饭饼猴头才停口, 而弟妹和爹娘肯定在吃康燕野草。 眼见丫鬟彩虹过来收餐盘, 将剩饭菜盗取一处。 我慌忙阻拦他, 姐姐, 放着留给俺饿了再吃, 别糟蹋了好东西。 彩虹一脸鄙夷, 瞪我一眼。 若是饿了, 再去厨房里给你拿新鲜的。 这些剩菜剩饭倒去做干水。 干水? 给猪吃吗? 那要多可惜。 彩虹没搭理我转身就走, 我听到他在屋外同丫鬟们笑着嘲讽, 真是饿死鬼头胎的。 大少爷糊涂了, 才看上他当介妇娘子。 如何能将这好吃的吃食 烧些给父母弟妹们? 这成了我的难题。 高墙大愿, 我怎么能出府呢? 按照契约, 介妇娘子出了府, 就不得再回来。 我只有留在这里, 才能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吃食。 于是我打定了主意, 多要了几碗饭, 一只烧鸭。 用油纸不包裹了, 入夜爬上树翻墙而出。 我早就看好了地形。 我连夜前回山边的家里, 这一路摸黑走得好艰难。 父母被我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 见我归来, 弟弟妹妹们都惊喜地 从草堆里爬起围上我。 我匆忙掏出食物 给弟弟妹妹们饱餐。 这简直是天见美食, 弟弟妹妹们吃得狼吞虎咽。 母亲上前制止, 只分了一些, 出来给他们吃。 粮食太珍贵, 要流着细水长流度饥荒。 我心疼的眼泪都要流出来, 宽慰他们说, 赵家太太和老爷都是善人, 家里有的是粮食。 吃不完的饭时都到干水喂猪。 父母闻听都嘖嘖感慨, 说我真是上辈子会投胎。 我听到父母从街头巷尾打探来的赵少爷的消息, 都说劫持赵少爷的山匪为了报仇, 把他千刀万剐杀了错谷杨辉。 我宁肯不信, 心里却沉甸甸地为他惋惜。 此后, 能让一家人有饭吃就是我生活的动机。 我每日都偷偷攒下些粮食, 然后趁夜深人静, 偷偷翻墙而出。 但赵府有护院, 这个事情还是蛮危险的。 几次我都险些露出马脚, 幸好我还算应变激景。 这天, 赵家送来的饭菜是肉包子, 那种皮球大的肉包子, 白白胖胖的包子, 一口咬下去流出香喷喷的油花。 那包子现鼓鼓的, 拳头大小, 简直就是一个大肉球, 真是神仙也吃不到的美味。 我下定决心一定带些给弟妹们尝尝鲜, 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夜晚我潜入厨房, 包裹了六个包子背在身上, 一路翻墙要逃离赵府回家。 我爬上树, 正要跨上墙头。 忽然, 一团黑乎乎的人影同我面对。 黑夜里, 惊诧间我只看到一双污亮的眼, 直勾勾同我四目对对。 我慌得要夺路而逃, 而对面那人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 七月, 别喊, 是我。 这声音似乎哪里听过, 我被他勒得动弹不得。 但眨眼看着那双黑夜里星辰般溢溢发光的眼, 少爷, 我险些惊叫失声。 他不是死了吗? 你的眼睛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蹦出这么句话, 但我望着他兴奋极了。 少爷他没有死, 他终于活了过来, 须他低声, 他渐渐松手, 却摸到了我背上的包裹。 哪里去? 俺, 俺可不是偷。 俺就是想, 给爹娘和弟弟妹妹吃上肉包子。 他笑笑, 掀开我的包裹, 熟练地摸出一个肉包子, 几口吞下。 我看得直心疼, 那可是我千辛万苦偷出来的。 可看到少爷吃的狼吞虎咽的样子, 我心里却又美滋滋的。 下次去偷, 去拿我娘做的核桃腊肉酥, 那才是喷香可口人间美味。 有吃的, 竟然他还不知足, 我无奈地望着他。 够吗? 厨房里, 还有我直指厨房的方向。 你每次都爬树翻墙出去, 他边吃边问, 感慨着, 这多危险。 我点点头, 又摇头, 还算方便的。 俺深夜去, 鸡鸣前就赶个来回。 家里能吃口饱饭, 俺开心还来不及呢。 跟我来吧, 他带我划下树。 他拉我来到一个地方, 扒拉开一丛乱草, 墙根下有个狗洞, 这里能钻出去。 我小时候总在这里耍。 好吗, 真正的贼在这里呢? 我看着少爷又气又笑, 此刻的他像个顽童。 你在正好, 我回来取东西, 顺便看看爹娘, 你帮我打个掩护。 我巴望着回家, 却又无法拒绝他此刻的请求。 就这样, 他回到书房取东西, 我在外面帮他望风。 夜兰人静, 我随着少爷摸去太太的小院, 沐鱼声送经声震震在夜幕中迎回。 房间灯光亮着, 窗纱上投出太太的影子。 太太日夜为少爷祈祷, 很少睡觉。 我看到少爷已是泪眼扑朔, 他在窗前徘徊许久, 欲尽却退, 生怕靠近被太太觉察。 谁在外面, 太太警觉地扭头向窗外问, 沐鱼声歇。 少爷一把推我向前, 自己却闪个没了踪影。 这个坏种。 我忙慌张地开口, 太太, 是俺, 七月, 俺, 俺是才梦到少爷给俺托梦, 少爷说他想吃肉包子, 让俺快来说给太太听。 我看到花束后那笑抽的黑影, 心里俺骂, 恨不得踩死他。 门开了, 出来的是太太身边的下人, 他无奈地打发我说, 深更半夜, 不许乱跑。 我点点头, 正要转身, 却又不甘心。 少爷他一定是想见夫人一面。 于是我隔着那位妈妈向灯光深处嚷。 太太, 真的是少爷吩咐七月禀告太太, 他还说他想吃太太做的核桃腊肉酥。 果然, 大太太出现在了门口, 她愣饿饿地打量我片刻, 对旁边的妈妈嘀咕一句, 她怎么知道要先爱吃核桃腊肉酥的。 阿弥陀佛真是太太日日诵经, 感动了佛祖, 佛祖显灵, 让少爷托梦回来了, 吧。 听了老妈子的话, 太太黯然神伤, 感慨一声, 这个没良心的娃, 便是托梦, 还是托给她的女人。 她的女人, 这次听来格外刺耳, 我的心莫名地突突悸动一阵, 低垂下头。 别为难这孩子, 她也是太思念要先了, 大太太打量我宽慰, 夜里冷, 给她拿件衣服披着回去吧。 我千恩万谢地退下, 口中嘀咕着, 大少爷, 她是真的。 真的假的? 梦里还是陷阱? 一切对太太似乎都没了意义。 屋内沐鱼声声继续响起, 少爷带我轻车熟路地 从厨房拿上些吃食, 又从家到爬狗洞出了赵家大院。 绕过两条巷子, 我们跑得气喘吁吁, 巷子暗处放着一辆脚踏车, 少爷招呼我上车, 送我回家。 搂紧我的腰, 她吩咐一声, 就在梅花, 我还在犹豫。 她却蹬起车子, 飞奔而出。 我身子一晃, 慌得不顾一切地抱住她的腰, 就这么迎着凉嗖嗖的夜风 向前击驰。 渐渐地, 我贴近她的后背, 那后背宽阔紧实, 温暖, 大山般地可靠肩稳。 搂着她, 让人心里觉得踏实。 车在路上颠簸, 区区绕绕绕一路, 奔向城郊方向。 渐渐地, 我感觉到她炙热的后背, 却一直在抽搐, 她在哭。 山路上, 我听到她暗暗的乌液, 尽管她极力忍着, 却难抑制难而泪。 终于, 她开始大哭失声, 无人的山路上, 一路颠簸, 洒下一路悲声, 和着山林野兽的哀鸣声, 听来凄凉。 她在想娘, 想家人。 她为了她的所求, 不得不放弃了这些。 我试着贴近她, 抽出一手, 轻轻拍揉她的后背, 如儿时娘拍哄哭闹不休的 我们姐弟几人。 少爷她到底图个什么? 分明她有一个 人人羡慕温暖的家, 吃喝不愁, 如今却要颠沛琉璃, 有家难回。 终于, 少爷带我回到父母身边。 弟弟妹妹们盼望我带回吃食, 欢呼一路迎上来。 他们鼓弄着少爷和他的脚踏车, 都觉得兴起。 少爷不肯同我进屋, 只在村口树下等我。 他怕给我招惹麻烦。 而我, 匆匆交代了弟妹们几句, 便和他一道折返。 送我回赵家的路上, 他对我面受激疑。 应该多拿些干粮, 比这些吃得更能饱腹。 比如, 厨娘做的咸肉腊肠很好吃, 可以常放。 更有初一十五兆府进货荡月粮食, 有时候会撒一地的米浪费无度, 我可以趁机去带走些粮食。 他说, 拿他家的食物, 他说了算, 那也是梁山好汉劫富济贫, 让我尽管拿。 我被他逗笑, 他竟然如此幽默有趣。 他骑车带我来到巷子口, 已是拂晓, 起明星耀眼。 我向赵府跑去, 我回身看他, 他对我招招手, 就此分别。 黎明前的黑暗, 官府四处搜捕乱党。 这些日闹适口的法场连斩数人, 他们可不向大少爷走运。 也曾有人效法劫法场, 但是官府早有防备, 设下陷阱, 引蛇出洞, 一网打尽, 一时间血流成河。 爹爹和阿娘说, 不明白这些人是不是脑子尽油, 好端端的, 为什么以卵机时去造反同朝廷作对? 如今网送了性命。 我只顾从赵家偷吃的给他们吃, 哪里还管外面的事? 不过日子并非事事顺利, 丫鬟彩虹发现了我的把戏。 比如, 我的兜里有油渍, 比如, 我的鞋底有灰泥, 是院墙上才有的。 比如厨房厨娘抱怨, 包子在夜里总被猫子偷吃。 有一次我偷偷藏好的肉馍馍, 被彩虹发现。 我只好骗她说, 我一饿, 等不及去厨房被吃的。 为了让她信, 我还生吃下两个肉馍, 被她冷眼嘲笑。 我只能收敛, 可不能被任何人发现破绽, 断了我这来之不易的活路。 可是天不从人愿, 好景不长。 郎中几次来请卖, 都对太太摇头叹气。 太太看我的目光里透着失望, 肚子还没动静。 再过十日, 就打发她走吧。 我心头一沉。 这是说, 我没怀上赵家的骨穴, 就要被遣出赵家了。 好日子怕是到了头, 我又要为生计奔波, 也不知一觉醒来, 这一日的饭食在哪里呢? 此后, 少爷照耀仙偶尔回来几次, 夜里钻洞而入, 来到我房里。 让我为他去厨房取食物, 吃完去悄悄看望太太和老爷。 老爷病了, 竟然吐血。 郎中来过, 说他忧思太重。 一时间, 府里上下乱了方寸, 仿佛踏了顶梁柱。 这天少爷偷偷回来, 让我替他打掩护, 想去病榻前看望病重的老爷。 这太过冒险, 可我也知道他思念父亲。 我设法引走了首夜的仆人, 掩护少爷摸进了老爷的卧房。 我在门口望风, 确认没有人来, 不停在外面学野猫叫, 才催促了少爷尽快出来。 虽然他没有被老爷发现, 但是蛛丝马迹引起了府里上下的猜疑。 他不能再任性回府了, 而我则担起了为他送粮的火。 而且他要的食物也越来越多, 拿起来格外引人注意。 我们必须有个稳妥的法子, 杜劫。 我们便分工。 有我白日里送吃食 给他和他在地窖作坊里躲藏的兄弟们。 而他夜里帮我将吃食 分些送给我山里的爹娘弟妹。 为了能顺利地给少爷送食物, 我想出个谎言。 我对太太谎称少爷给我托梦, 要我带了吃食 去观音庙供奉给他 和他身边的恶鬼。 太太是虔诚的是叫信徒, 一口应允, 还打发丫鬟帮我。 可是他身边的妈妈们 却连口质疑, 怀疑我用心不纯。 更何况 我一个即将被逐出府的介妇娘子, 说出的话 怎么可以轻信了去? 我正在为难, 听着众人相持不下, 却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 咳嗽一声说, 就让七月去吧。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若真是鬼话, 自当这些粮食 周济灾民了。 是赵老爷, 他身子进来欠安, 却主着拐杖出来 替我说话。 于是, 我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 妈妈们提议, 既然我一心向佛。 不如就留我在寺院, 日夜为少爷祈福。 我慌忙致止, 佛愿朝寒, 人杂, 出入不便。 再说, 俺还要亲手为少爷烹制糕点, 不等众人异议, 又是照老爷点头首肯。 此事依我的意思而行, 少爷在城里用来藏身隐蔽的作坊在地下, 是个做爆竹的作坊。 离年节还远, 这里却是热火朝天, 只是这里不许点火烛, 显得格外神秘。 在这里, 我还认识了少爷生死之交的一个好友, 黑自立先生。 黑先生十分有趣, 说话风趣幽默, 而且平易近人。 少爷同他干得热火朝天, 黑先生神秘兮兮地说, 他在做一颗大爆竹, 能炸开城门的那种, 威力无比。 黑先生豁达开朗, 仗义豪迈, 他曾经流洋读书, 有时候和少爷用洋文争论的脸红脖子粗, 有时又开心地饮酒一醉方休。 我则帮他们送饭, 打扫住处, 就是要小心谨慎, 避开所有人的视线。 为了我来往方便, 少爷决定教我学骑单车。 我又慌又怕, 却有些暗暗欢喜。 我坐在高高的车座上, 双手紧紧握住车把不肯放松, 整个身子都是僵硬。 少爷在后面扶着我的车, 一直鼓励我, 目光向前看, 放松, 别害怕。 我的单车摇摇摆摆, 但我放心身后有个他在扶持, 起先那车还摇摆不定四处乱撞, 险些撞倒回来的黑先生。 但不久, 我熟悉那车子, 放心地在少爷的督促下骑了起来, 少爷就跟了我的车子一路小跑追赶。 我看到两旁向后奔去的树木防射庄稼, 我开心地叫嚷, 俺要飞起来了呢。 我听到身后声音高喊, 很不错。 继续。 我一回头, 发现少爷不知何时, 已经撒手不管。 少爷, 我惊呼一声, 车子失去方向, 向前面大树撞去。 小心, 少爷飞冲过来。 就在我倒地的瞬间, 我被一股力气揽腰抱住, 一道翻滚去坡下。 停住时, 我惊魂未定, 却看到眼前那张熟悉的面孔, 那双熠熠发亮的眼。 那是少爷, 我能感受到他的呼吸, 他的心跳。 少爷, 暗, 别再叫我少爷, 叫我要先, 人人生而平等, 他说。 我被他拉起, 窘迫不安, 我窃窃地极低声音喊一句, 要, 要先少爷。 他无奈地扑斥笑了。 就这样, 一连几日过去, 作坊里的人越聚越多, 他们日夜在开会商议对策。 我看着少爷那指点乾坤 意气风发的样子, 就觉得他神气活现, 他留起了胡须, 故意将自己扮成一副邋遢的模样, 却掩饰不住眼里那炯炯的光芒。 我猜测他们要做一场大事, 只是我心里期盼他平安不要出事。 渐渐地, 我离开赵府的日子将近, 我只能拿少爷托梦来做堂塞, 拖延一日是一日。 府里下人们风言风语, 对我多有不屑。 但老爷太太没有发话, 我就还能赖在赵府。 这几日, 赵老爷下令府里不许外出, 说外面兵荒马乱。 许多人为了朝廷将铁路 卖给了洋人, 而去府衙请愿闹事, 朝廷从外州省调兵来池园。 赵老爷仰天叹气, 这是道呀, 我窃窃地问一声, 是要打仗了吗? 乱军不会抢梁吧? 赵太太瞪我一眼, 我听到姨奶奶在我身旁窃笑, 穷竿子, 可不止知道吃吗? 赵太爷赞许地看我一眼, 说我想得对, 玄机安排管家将府里的粮食钱财 分批运走。 而少爷也给我捎信, 告诉我不必再回作坊。 那里已经被官兵发现, 危险, 他们已经撤离, 让我保重。 我守在空空的庭院里, 心想着鸡肠鹿鹿的家人, 下决心今晚在冒险钻狗洞 为家人们送一回粮。 深秋, 气温骤降, 天上竟然飘起了鹅毛大雪。 赵老爷拄着拐杖, 立在庭院里望着天。 大雪将它几乎埋成雪人。 我打了油纸伞, 跑来劝它回房。 老爷, 雪大, 回廊子下赏雪吧。 赵老爷打量我看了看, 问我一句, 要先, 没再给你托梦, 讨吃时。 我愣了愣, 慌忙摇了摇头。 赵老爷凯叹一声, 骂一句, 这不省心的孽障。 深夜, 我总算冒雪偷偷摸回了家, 躲过街巷宁后的层层哨卡。 为了赶路, 我忍不住悄悄去作坊旁部远处的甘草舵, 推出少爷平日藏在里面的单车。 骑上车子, 一路飞驰奔向家里。 我叮嘱爹娘和弟妹们小心, 进来兵荒马乱乱匪横行, 千万不要外出。 灰尘时, 爹娘塞给我两块才出炉的烤红薯, 香喷喷, 用马粪纸包裹好。 我匆匆赶路, 那两块红薯在我怀里热腾腾的, 整个身子都是暖暖的。 骑回城时, 大雪纷飞遮挡视线。 我想将车子骑回赵家, 可是又怕漏了行踪, 被人觉察。 想了想, 只能冒雪将车子送回原处。 就在我接近作坊时, 忽然, 地洞山摇一声乍响, 震耳欲聋。 我脚下的地在颤抖, 车子一抖将我甩出, 丢去雪地里。 周身麻木错愕地我爬起来, 那一瞬间, 我看到腾空而起的黑烟, 耳边听到哭喊声叫嚷声。 黎明从睡梦里惊醒的左邻右舍 相继向那爆炸声传来的地方赶去。 少爷! 我惊呼一声, 忍痛爬起, 登上车子向作坊奔去。 黑烟大火, 哭喊声叫嚷声。 我奋力推开众人, 不顾一切冲进火海。 少爷! 少爷! 黑大哥我撕裂喉咙在叫嚷, 头顶开始坍塌。 幸亏我用包头巾 捧了一捧雪冲进来, 那雪已化作水, 我用那湿漉漉的金帕 掩住了口鼻。 就在我失望的时候, 我看到了地上躺着的 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已经炸得面目全非。 他手指上的戒指 是黑大哥。 我瘫坐在地, 欲哭无泪, 惊恐难过, 我掉头再去搜寻, 却一无所获。 就在我向外冲去的时候, 脚腕忽然被一只大手一把抓住。 我慌得惊叫跳脚, 惊呼着鬼啊。 我拼命打喷嚏, 因为阿娘说过, 鬼怕听喷嚏声。 我却看到一个血乎乎的身影, 那面容满是血腥泥污不可变, 但那双灿若沉腥的眼令 我认出他, 大少爷照耀先。 七,七月。 少爷, 是少爷。 我又惊又喜, 不顾一切的想要去掺起他。 别, 别管我, 去救, 老黑, 他气息微弱地对我说。 可是, 黑大哥他已经, 亮亮呛呛向外冲。 火蛇吞没了我们, 冲出倒塌的房子那一瞬, 我不顾自己慌忙跑雪压去他身上, 扑灭那熊熊火苗。 而就在那一刻, 我听到他竭尽全力的嚎叫, 快躲开, 要爆炸。 少爷竭尽周身的气力 一把将我推开, 轰隆隆又是几声巨响, 热浪将我抛出, 我在醒来时, 四周一旁鬼哭狼嚎般的残景。 官兵来了, 叫嚣着驱赶众人。 不过那一刻, 我觉得大事不妙。 我集中生智, 奋力将少爷推滚去坍塌的断墙角落, 迅速用积雪将他掩埋, 再掩饰了地上痕迹。 索性现场一片混乱, 哭爹喊娘。 官兵包围了着火的作坊, 也因怕爆炸, 不敢向前。 我则紧张地想着法子, 我该怎么把少爷从墙根挪走? 看着官兵就在我眼前往来搜寻, 我吓得心跳如肋骨, 这可怎么逃? 慌乱的人群, 你推我嗓哭喊着寻找亲人, 受伤的邻居浑身是血, 在我眼前被抬走。 扶小前的黑暗最是瘆人, 又是那么难挨。 天上飘雪, 星月隐形, 不能这么等死, 便是少爷不被发现, 也会被冻死, 况且他一身重伤。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让我挣扎起身, 溜着强哥, 像冒着灰烟的作坊后的小河摸去。 那里悬着一个石墨盘, 是平日里黑先生沉练 打太极练推手用的, 用陆炉麻绳高高吊在河堤旁。 我奋力推动那石墨盘, 让它晃动起来, 再解开绳索。 那石墨盘就滚落杂下, 在岸上跳了几下滚落河水里。 冬的一声巨响, 见起水花, 也引来官兵们的回头。 有人跳水逃跑了, 我大声喊着, 指点着水面连衣, 火光下依然看得清晰。 闻讯包抄过来的官兵 纷纷卷起裤腿, 就要下水去追拿逃犯。 我趁人不备, 逃回断墙处, 用帕子蒙脸, 又从雪堆里刨出少爷。 我寻个破麻袋, 将它包裹遮挡, 掩饰它一身的血肉模糊。 快啊, 快些逃。 否则官兵查来, 就插翅难飞了。 就当我把少爷拖出来的那一刻, 仿佛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回头看看, 惊得要下滩过去。 少爷, 他, 他怎么少了一条腿? 空荡荡的裤管里满是血, 那一条左腿不见了。 我后背发麻, 周身抽搐, 但是此刻我已经顾步的许多, 逃命要紧。 我咬咬牙, 用裤带拼命勒紧少爷那条断腿, 让他不再流血。 我背起少爷, 跌跌撞撞地随着台伤员的众人离开火场, 不敢让人发现, 更不敢让人帮忙。 我跌倒又爬起来, 再背起少爷, 继续向前, 手脚动得麻木, 已经不觉疼痛。 我低声呼唤着他, 少爷, 醒醒, 就要到医馆了, 就在前面, 前面是个医馆, 少爷的伤势瞒不过郎中的眼。 郎中简单地为少爷处理伤口, 又不时打量我极眼, 那眸光令我不安。 但看着我心急如焚, 欲哭无泪的样子, 郎中低声叮嘱我, 官兵很快就要搜来。 你快走吧。 消息一旦透露, 少爷将有杀身之祸。 我千恩万谢过后, 趁乱将简单清洗伤口包扎后的少爷, 偷偷背走。 我寻回那辆单车, 将少爷挂在车大梁上, 像他当初载我回家时那样, 但地滑不平, 几次我连车同他摔倒在雪地里。 我的膝盖出血, 手也破了。 我咬牙爬起, 解下腰带将它绑在我身上, 就这么一路跌跌撞撞, 冲向我山上的家。 少爷, 就快到了, 少爷你忍忍。 我咬破了唇, 自己毫不觉察, 一股莫名的意志让我冲向战场般, 勇往无敌。 终于, 我看到了山坡上那破旧的房子, 看到了村口的大树, 看到了希望。 天光也渐渐放亮。 我几乎爬去家门, 双腿无力, 我拼命累门。 家人闻讯开门, 惊慌过后, 就帮我把大少爷拖进去。 一番擦洗后, 我确定需要给少爷上药医治。 少爷一吸尚存, 却拒绝寻找郎中, 因为他是朝廷通缉的药犯。 我急得跺脚, 倒是阿爹提醒了我。 邻村的顾阿伯是郎中, 如今贫困潦倒时不果腹, 这些日子一直是靠我家接济。 阿爹相信顾阿伯的人品, 于是让三弟偷偷去喊人。 顾阿伯为大少爷料理了伤口, 为他弯出了腐肉。 更要命的是, 少爷的一条腿已经被炸断, 膝盖上大腿处空荡荡的一切。 赵少爷很坚强, 咬了步步坑一声。 他昏厥了, 伺候他的活儿就理所应当交给了我。 阿娘说我既然已经是赵少爷的人了, 无论死活, 就该追随赵少爷一生一世。 再说, 做了借父娘子的女子是不祥之人, 一生不会有人再娶。 若没能为东家留下子嗣, 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寺庙里出家做尼姑。 我不要, 我要守着少爷。 而爹爹去打探消息回来, 吓得脸色惨白, 使官兵设计引燃了爆竹铺的炸药, 将乱党一网打尽。 为此, 孟都督立了奇功, 被炸死的乱党失手六句挂在了城门楼, 还有三名重伤的乱党被推去罚场砍头。 想想前几日我还做点心给他们吃, 同他们谈笑风生, 而请客间便已是人鬼殊途, 毫不悲凉。 我揉搓着帕子里黑大哥留下的那枚戒指。 心在滴血, 少爷, 他若醒来知道了这一切, 可能受得了。 少爷高烧不退, 我则一不解带在窗前守着他, 伺候了三天三夜。 终于, 我熬到少爷他醒了, 全家人惊喜过望, 熬了面汤让我喂他。 他们呢? 老黑呢? 他醒来挣扎了要下床, 我去找他们。 不顾我劝阻, 少爷坚持要下床出去寻找伙伴们。 忽然他似乎察觉到什么, 整个人如木头一段, 恶然不动。 我气急败坏, 一把将他推倒回床上。 他怒视着我, 渐渐地, 他在我含泪的目光中, 似发现了什么。 他颤抖着唇, 不再说话。 但那涣散的目光中, 我看出他的绝望和悲哀。 我将从黑先生手指上摘下的戒指递给他, 抽出唇角,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接过戒指只是苦笑, 从此再没了生息。 少爷不吃不喝, 不许人靠近换药。 凭了家里谁来劝, 都会被他骂走。 他变得歇斯底里, 不可理喻。 可有时又懦弱无助, 蜷缩做一团, 不许人靠近。 郎中顾阿伯看了都叹气摇头, 不懂事的学生仔, 生养他的父母可要多伤心。 这伤势再耽搁下去, 怕是要丢了性命。 我正在焦急, 偏偏赵家派人来, 见我躲在家里。 传话的二管家 以止气使地说, 太太吩咐来寻上一寻, 即便七月姑娘不再回赵府, 总该说一声。 既然你如今安然无恙, 太太也就放心了, 也不必再回赵府。 太太仁慈, 赏一吊钱, 自此两清了。 我反噬无比的失落, 我捏着那吊钱, 想着藏在地窖里的少爷。 爹爹上前求告二管家, 好歹让七月在赵家, 当牛做马, 做个粗食的奴婢, 都是好的。 一家人指望他糊口呢。 二管家稀落说, 是他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怪得了谁。 可是, 人人皆知他是赵家少爷的介妇娘子。 赵少爷死了, 媒婆说他是不吉之人, 这辈子怕是没人家敢娶他了, 阿娘哭求着, 就让七月回赵府吧。 二管家懒得废话, 上车走了。 我孤零零地回到地窖, 阳光从地窖下戏 洒在少爷的病床上, 照亮他苍白的脸, 颓废, 毫无生气, 更了无生趣。 少爷他该是听到了外面的对话, 他对我说, 我死后, 你让我家里人来收尸, 就说是我说的, 让你一辈子住在赵府。 听了他的话, 我丝毫没有感动, 反是不知哪里来的底气。 我上前一把揪起他, 抡起胳膊, 一巴掌狠狠抽在他的脸上, 我手上麻麻的, 那感觉真是难言, 我破口痛骂, 去死吧。 废物, 除去和娘们一样寻死觅活, 你还能做什么? 黑大哥他们若地下有知, 想你这富贵样子吗? 我猴得气喘吁吁, 眼睛似要瞪裂般怒视他。 他头一遭见我如此凶狠的模样, 吃惊望着我, 一言不发。 男子汉大丈夫, 哪里跌倒了, 哪里再爬起来? 向前看, 不就是少了一条腿吗? 不能骑车安带你, 不能回家钻狗洞, 安背着你。 黑大哥他们未了的心愿, 还有你活着呢? 你要替他们所有人活着。 我一口气痛骂后, 觉得周身被抽掉底气, 瘫软坐在地上。 几日来支撑我的一口气散去, 我也形同哭嚎, 昏死过去。 我在醒来时, 看到眼前一张曾经熟悉的脸, 不再是胡子拉叉宝经风霜, 不再是颓废苍白, 毫无血气。 那刮去胡须白净斯文的面颊, 意义有神的双眸里, 含了几分久违的调皮。 要先, 他对我说, 七月, 你睡了整整一天。 谢谢你, 你醒了, 我也醒了。 要先不再提过往的事情, 仿佛一切都从未发生。 他让我去城里帮他烧信, 告诉我如何摆脱被官府跟踪。 我和少爷都是身体虚弱, 需要补养身子。 要先巧声告诉我, 照府里有药, 让我依着他所说的法子 回府里去偷药。 我不仅要偷药, 还要为他偷补品补养身子。 阿娘说, 失血过多要吃鸡, 要吃人参等补品。 可我家哪里能有? 如今只能在赵家打主意。 我该如何骗来一只人参鸡? 我回到赵府, 当然, 太太怀着最后一线希望, 又请来郎中为我枕脉。 枕脉后, 郎中依旧摇头。 太太这回彻底死心塌地, 赵家怕是无后了。 少爷没死, 我脱口而出。 这回不只是赵太太和身边的仆妇震惊, 就连赵老爷都惊恶了。 胡说, 赵老爷身赤, 俺做梦梦到少爷了。 要先少爷说, 他没死, 就是流洋出趟远门。 让俺乖乖在府里等他回来。 少爷还说了, 想吃人参炖鸡, 让俺炖鸡给他吃。 大太太将信将疑, 但这些食材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既然我提到了大少爷, 也触及了他的伤心事。 他吩咐乳娘, 给我寻来了食材。 我在厨房里在乳娘指点下炖鸡, 虽然笨拙, 但那鸡总算炖好了。 我像模像样地将鸡供奉在少爷书房, 仿佛他能吃到的样子。 夜里, 我偷偷来取走了鸡, 背着炖鸡的罐子, 我爬狗洞前回了家里。 少爷醒了, 虚弱地靠在床上喝着鸡汤。 弟弟妹妹们早已馋得咽口水。 我狠了狠心, 没有再灌弟弟妹妹们, 我逼了少爷将鸡吃下, 不能给其他人吃。 那鸡是我和乳娘炖给他的。 好吃吗? 我咽口唾沫问他。 他掰个鸡腿递给我, 你们也吃。 我摇摇头, 也制止弟妹们去分享这补品。 这可是我学了大半天才学会的炖鸡, 可要先执意将鸡肉分给弟弟妹妹们吃。 姐姐, 什么是介父娘子呀? 小弟忍不住开口问。 我一惊, 仿佛做贼被意外抓住, 错不及防地尴尬。 我上前一把抢过小弟手中的鸡腿训斥, 吃饭还堵不住嘴。 小弟挖得一声大哭, 是村里学堂的孩子们笑话矮的, 说阿姐是最不值钱的介父娘子。 那是他们极度拟有鸡腿而吃, 要先夺过我手中的鸡腿, 递还给阿弟, 则怪地望我一眼转移了话题, 想听实话吗? 我点点头, 味道比我娘炖得差远了。 我娘炖的鸡汤鲜美, 里面放了滇南的松荣君, 他搅合着汤中说, 还缺了蜀南竹海的竹孙。 少爷笑着, 虚弱地点评。 我夺过他手中汤中赌气, 有的吃就不错了。 你们几个出去玩, 少爷将一碗鸡架子鸡肉 都递给了阿弟, 打发他们离去。 我正要制止, 他却回身一把蓝腰抱住了我。 我身子向后一倾, 跌坐在他的床檐。 他的脸就凑贴在我的脸旁, 轻声细逗我问。 还真的恼了? 逗你玩的? 我绝嘴赌气地甩开他懊恼道, 嫌弃汤不好喝, 你自己去同太太讲。 我起身欲走, 他却一把拉拽住我, 仿佛有意捅我斗去, 就爱看我恼怒的样子。 别闹, 我甩脱他。 冷不防他松开我的手瞬间, 忽然亲吻了我的手背。 我慌得夺路而逃。 我出了门, 立在续暖的日头下, 端向那湿润的手背, 仿佛还有他的唇柔软的触觉。 我扫红了脸, 我的心秃秃地跳, 脸颊滚烫。 这是怎么了? 仿佛我和他有些怪怪的, 仿佛有只小爪, 不停地骚扰我的心。 我回到赵府, 依旧演戏, 就话重提说是少爷梦里打发我回来觅食的。 仿佛我的演技太过拙劣, 太太和下人们都懒得在理会我, 只当我是个打着大少爷的幌子, 骗吃骗喝的小叫花子。 我大模大样地说, 少爷托梦说了, 汤没有太太做得好吃, 缺了什么鼠男的, 什么孙子? 是竹孙。 太太一惊回头望向我, 是, 是那个鼠男竹孙。 还有, 还要颠难地松容。 大太太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 诧异地打量我, 张张口竟然一时无语。 她喜极而涕, 她哭了, 对了天上喊, 儿呀, 你别只顾了你的媳妇, 你也给娘托个梦呀。 一家人唏嘘不已。 赵老爷吩咐说, 吊派给马车供我驱使, 随我回娘家探亲, 去寺院祈福。 自当是替少爷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 府里上下对此议论纷纷, 都不知道我是如何蛊惑了太太和老爷, 如此善待我。 太太亲自下厨, 为儿子煲汤。 汤出锅时, 我忍不住试吃, 果然那汤味道鲜美至极。 太太还魄力为少爷做了核桃腊肉酥饼。 兵主我说, 这供品隔了一日就可以取来吃, 吃了供品的人会天福消灾。 我欢欢喜喜将酥饼和汤庄去食盒里, 就听太太凯叹一声, 天可怜见的个姑娘。 要先要是体谅你, 怎么就没能让你怀上个一男伴女, 也好让你名正言顺留在赵家。 我低头不语, 我也想, 可是我并没这个福分。 回家后, 看着大块朵頤吃核桃酥的少爷, 看着他将核桃酥分给弟妹们享用。 我将热好的鸡汤轻轻吹凉, 一口口用勺子喂他。 七月, 你怎么了? 不开心? 他细心地问, 可是有人甩闲话了。 我摇摇头, 但终究忍不住将太太的话一字不差地传给了他。 看我低头静静地用勺子搅拌鸡汤, 他打量我吞了口唾沫问我, 七月, 你想嫁给我吗? 我一饿, 不知如何打。 旋即, 我不假思索, 小鸡灼米般, 频频点头。 但瞬间, 我察觉不对, 忙自朝道, 七月知道, 这是痴心妄想做梦。 少爷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是天。 七月是贫民小户, 配不上少爷, 就连做介父娘子都不配的。 我说你配, 你就配他一把拉我在怀里, 汤泼洒在被褥上, 他也不顾了这些。 他搂着我在怀里, 凝视我的眼认真问, 后悔吗? 我拼命摇头, 他捧起我的脸, 渐渐靠近, 渐渐地亲吻上我的唇。 直到阿娘推门进来, 这才惊到鸳鸯亲中的我们二人。 哎呦, 娘呀, 阿娘又惊又羞慌忙夺路而逃, 门被返带上。 我惊修玉琪, 被药仙一把揽在怀里。 我会对你负责, 你是我的夫人。 名正言顺, 世间人人平等, 没有高低贵贱。 谁说你配不上我? 谁说你无法进赵家? 我们的额头轻轻碰去一处, 就这么交警而眠。 如一对鸳鸯, 药仙的断腿丝毫不阻碍他的锐气, 不久, 他便可以主拐下地, 恢复如初。 而我也同他度过了最温情开心的半个多月, 直到大雪封山。 那天, 我依旧从赵府赶回家里去寻药仙团聚, 而药仙却留下一纸书信悄然离去。 他同谁都没有打招呼, 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那纸书信只写着七月, 等我回来聊聊几字。 楚州城一声炮响变了天, 看着街头百姓奔走相告, 看着革命军进城, 仿佛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皇帝训味了, 男人们争先恐后去剃头捡脑后的猪尾巴辫子。 放在过往, 这可是杀头的罪过。 而我, 已经是身怀六甲, 身子笨重。 我拖着腰力在庭院里, 看着仆人们跑进跑出的忙碌, 太太心疼地喊我回房去, 不要被撞倒。 当郎中出诊出我怀孕时, 府里一片质疑声, 这掐只算来日子不对, 我究竟怀的是谁的野种? 而赵老爷毅然出来说, 古人就有贵人来迟的说法。 七月在牢狱里受了惊吓, 这胎像满些显现, 也是正常的。 这骗人的鬼话, 倒也堵住了吓人们的嘴。 服与不服, 如今我肚子里, 怀的也是药仙的骨肉。 娘, 不孝孩药仙, 回来了。 一声哽咬的呼唤, 我猛然寻声回头, 不知何时, 药仙她立在了门口。 她手主文明帐, 一身西装, 头戴礼帽, 奇怪的装束。 更重要的是, 她脑后的辫子剪了。 震惊的不只是我, 太太也是目瞪口呆, 好久才晃过神, 哭喊着奔来, 一把抱住了药仙锤打, 搂着她不肯放手。 而太太奔来得及, 掉了脚上一只绣鞋, 竟然毫不觉察。 少爷, 我窃窃地向前, 在她责备的目光下, 改口低声, 药仙。 她一把搂住我在怀里。 仔细孩子, 太太同我一口同声提醒。 在她开朗的哈哈大笑声中, 我忽然意识到, 她装了一只, 得以让她行走如初, 只是缓慢。 少爷, 她终于回来了。 我们胜利了, 她搂着我哽咽道, 黑大哥, 他们地下有灵该倍感欣慰, 我终于达成了他们的夙愿。 是的, 变天了。 楚州变天了, 天下也变天了。 寒暄过后, 太太拉着要先要向屋里去。 迎面, 却看到赵老爷立在游廊下, 肃然打量着要先。 父亲, 要先松开我和太太, 主着拐上前。 他打量着父亲, 用拐支撑着身体, 徐徐跪下。 孽障, 赵老爷痛斥一声, 挤不上前。 抢过要先手中的拐杖, 劈头盖脸地抽打下来。 你还知道回来, 你知道家人都为你做了什么? 那拐杖一下下打在少爷身上, 他一动不动, 可我受不了, 仿佛那棍子打在我身上, 生疼。 我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 将少爷紧紧抱住, 用身体替他遮挡那无情的棍棒。 老爷不能打的, 少爷他的腿炸断了, 我哭求着, 四周一片肃然。 老爷手中的拐杖脱落坠地, 那一声响, 四杂在众人心头。 赵老爷不顾要先的推篮, 扒开要先的裤管, 看到那截冷冰冰的木头。 大太太和众人吓得失声痛哭, 而老爷无语起身, 转身无脸掩面逃回房去, 不让大家看到他的老泪纵横。 爹, 儿子知道, 您从始至终就知道儿子没死, 知道儿子回过府中。 不然, 七月没有那么容易留在府里, 替儿子遮掩, 替儿子偷送吃食。 那夜儿子去房里看您, 您是醒着的, 可您在装睡。 悲戏声连成一片, 那苦雨戚风的岁月总算是过去。 照抚重回往日风光的岁月, 而我和要先的婚事也被重提。 毕竟我寒门小户的女儿, 配不上要先如今的身份。 于是, 太太提议让要先迎娶她娘家的外甥女, 做正式嫡妻, 而让我做小妾。 名正言顺留在赵府, 可在要先的坚持下, 她执意只娶我一个妻子。 要先不要声势浩大的婚礼, 却给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洞房花烛。 我穿上大红喜服, 同她拜天地, 拜高堂, 挺着累赘的肚子进了洞房。 满床的枣子, 栗子, 花生。 此刻我仿佛是世间最幸福的女人。 婚礼后, 要先就急于北上开会。 这一走就是两年。 两年来, 楚州的变化也是天翻地覆。 而当要先在回府时, 孩子已经会开口喊爹爹, 绕床玩耍。 要先给儿子起名叫帕儿, 要先日日忙碌, 我则去她的行营照顾她的起居。 我不再是以前的黄毛丫头七月, 我成为名正言顺的赵太太, 仿佛一切幸福来得都那么的不真实。 几次梦里醒来, 我都紧紧抱住要先的臂, 生怕她会不辞而别, 再次跑掉, 丢下我一个人。 她笑着宽慰我, 她不再属于她自己, 也不属于我和任何人。 她属于这个民族和国家, 她身上流着黑大哥和无数爱国志士的血。 可是,怕什么, 终究是来了什么? 要先又跑掉了, 走得无影无踪。 这下子我不再收到她的家书, 也不得而知她的音讯和下落。 就这样, 我日复一日地等着她, 苦苦等着她。 我相信, 她忙完她所说的事业, 迟早会来寻我们母子, 重回她的家。 秋天, 白露结霜。 我带着帕儿在狼子下晒瓜子, 听到院外传来一阵热闹声。 丫鬟彩虹跑来说, 少奶奶, 快去看吧。 大少爷衣锦还乡了, 听说他做了大官, 好大好大的官, 被总督大任亲自送来的呢。 楚州革命变天后, 孟都督又摇身一变成为楚州新政府的领袖。 我虽然不懂时政, 但似乎变来变去, 又什么都没有变。 我不敢相信, 手在围裙上蹭了又蹭, 才抱起帕儿, 追了彩虹向二门去。 少爷果然回来了, 他戴着西式的礼帽, 穿了中山装, 手里提着文明棍, 那样子气派又微风。 我在人群后远远望着他, 盼儿在我怀里问, 娘, 他是谁? 他是, 爹爹, 我眼里泛着泪光。 七月, 来, 少爷竟然在众人中看到了微不足道的我, 向我招手。 我忙分开人群出去, 我动动唇, 喊了一声, 少爷。 他呵呵地笑着, 指了身旁一短发干练的旗袍, 老女子对我引荐, 来, 荐一荐, 这是我的妻子, 灵放。 七, 我震惊了, 我听错了吗? 不, 少爷温须的笑容。 一手紧紧拉着灵放的手, 大, 少奶奶, 我滋滋呜呜, 她没出现前, 这名号属于我, 她身边的男人也曾属于我, 不过片刻间, 我都开始讥讽自己的懦弱, 随后是自卑。 你一个乡下野丫头, 如今不愁吃不愁喝, 都是大少爷给你的。 你还胡思乱想, 真要当照辅大少奶奶吗? 看眼前这女先生, 落落大方的模样,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叫我林姐姐, 或者叫我林先生都可以。 林, 林先生, 我觉得这个称谓更贴切些, 先生都是受人尊敬的, 我羡慕他们这些文化人, 这个是, 帕尔, 大少爷拍拍手, 接过我手中的帕尔。 喊爹爹, 大少爷豪爽地说, 拿壶茶去扎帕尔的小脸。 帕尔被吓哭了, 我盲抱回来, 搂在怀里拍红。 我窃窃地躲在人后, 耳边汹涌着潮水般的欢笑迎凤生, 目送他们走远。 我日夜祷告翘首盼回的男人, 如今挽着另外一个女人的手回来, 并且, 这个女人取代了我的位置, 或者, 那个位置本不该属于我。 我极力安慰着自己, 在院子里拼命洗被单, 片刻不停息。 我让忙碌占满我脑子的所有, 我扮出笑脸为他和林先生收拾出心房。 公公是个明白人, 丝毫没有因儿子的衣锦还乡而骄傲, 也没有过多地责怪他。 但是因为我, 公公终于说出公道话, 你不能对不起七月, 他是个好媳妇, 贫贱糟糠, 也是你的选择, 就如当年你执意抛家设业要去革命。 赌赢了, 是你的造化, 输了, 也是你的命。 这个林放, 我并不看好。 爹, 如今都是自由婚姻, 我的婚事, 我做主。 那七月和孩子算什么? 哎, 算了, 和他好好商量, 让他做妾。 爹, 一夫一妻, 我只娶林放。 至于七月, 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 什么介父娘子。 我和林放讲过了, 他也同情七月的遭遇。 林放愿意收养帕尔, 至于七月, 他还年轻, 放他自由吧。 公共气得差点可出血来, 拐杖挥起, 就要打下儿子。 你做再大的官, 不能不负责。 你当初, 你们有孩子了, 那不过是那个黑暗年代被逼无奈, 我别无选择。 我也是同情七月, 我们各取所需。 我在屋外, 听得周身发抖, 却不肯离去, 直到婆婆到来, 发现了我。 婆婆悄悄将我拉走, 语重心长对我说, 要先这孩子, 是头将驴, 他下定心思, 谁也改不了。 是我做梦高攀了。 我一个穷人家的丫头, 有幸能靠上照抚这大山, 衣食无忧, 还救了一家老小, 我该知足。 这些年, 我依仗在赵府的这些月前扶植家里, 爹娘也在后山开荒种地, 有了几亩自己的田, 也算能自食其力。 我开把泪说, 我走, 可是我不能舍了怕。 林先生, 他还能再生。 婆婆当然不同意, 帕儿是赵家的孙子。 少爷要和帕儿一道睡, 父子共享几天天伦之乐。 我自然不能拦, 游了他去。 他和林放很用心, 给帕儿带来很多玩具, 帕儿十分喜欢。 终于有了爹爹, 帕儿逢人就说, 帕儿盼回了爹爹。 这天早上, 我起床去给婆婆请安, 顺便给大少爷和林先生端去早点。 可才到院子, 就见丫鬟仆人们进进出出, 一脸慌张。 大少爷和林先生走了, 不辞而别, 应该是夜里悄悄走的。 他们竟然带走了帕儿。 我的帕儿, 撕心裂肺的疼痛, 没了男人又没了帕儿, 我如今一无所有。 我欲哭无泪, 瘫软在地。 婆婆和公公文讯赶来, 又骂又怒。 婆婆说, 你也别哭了。 自打你生下帕儿, 我就拿你当自家人。 这个家, 谁也别想赶走你。 你是赵家的少奶奶, 我们的儿媳妇。 你等着, 她迟早送帕儿回来。 只是我又怀孕了, 忧伤之余, 也添了几分安慰。 要先总算又留给我些希望。 一晃就是四年过去, 要先走的第二年, 我生了个女儿叫新月。 我们母女在赵家相依为命, 幸好公公婆婆宽容, 对我们十分的好。 为了怕我惦记娘家, 还特地为我安置妥家中, 在城里帮我爹娘开了间杂货铺, 供我弟弟妹妹读书。 这天, 我带着新月坐在门口包斗, 听到一声怯生生地呼唤。 娘, 我的心被真猛刺了一般, 猛然抬头。 帕儿被送回来了, 他撒开仆人的手, 冲了过来, 一把抱住我的脖梗。 帕儿丢了魂魄似的, 抱住我胆怯地不说话。 送他回来的人说, 帕儿是随了林先生在监狱里 坐那半年劳时被吓的。 坐牢, 公公和婆婆都被惊吓到,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帕儿自言自语, 不同人正事, 我抱了他许久, 他梦里都会吓醒发抖。 我开始恨要先, 恨灵发。 为什么? 他们有了一切, 还要抢走我的帕儿, 还让帕儿遭受寻常人家孩子 没有遭遇的一切。 帕儿终于依偎在我怀里对我说, 坏人拿钳子拔指甲, 疼, 血, 好多血。 我慌得忙, 抓起帕儿的手脚, 仔细查看他的指甲。 是大妈妈, 大妈妈的指甲都被拔光了。 帕儿待至惊恐的目光, 我抱紧他, 无声落泪。 帕儿看到奶娘用火红的烙铁 运烫衣服, 慌得抱头哭喊逃窜, 如小兽无人能拦住。 我寻他到墙根, 他哭着恐惧摇头, 不要, 不要烫大妈妈, 大妈妈的手脚烫烂了。 我双腿一软, 瘫坐地上, 不知是悲凉是同情, 更是不解。 药仙和林先生, 他们在做什么? 我不懂, 他们是为什么这么做, 值得吗? 我收到了一封信, 竟然是林先生写给我的。 我周身汗毛道立, 他到底是死是活。 打开信, 我要庆幸药仙交给了我, 念书十字, 我才得以躲去角落, 看完这封绝笔信。 信是临放临终写给我的。 我才知道, 他同药仙, 根本就不是夫妻。 他们是假扮的夫妻, 掩护身份执行任务。 带走帕尔, 是为了更好的掩护身份。 并且, 林先生是黑自立先生的妻子, 药仙的嫂子, 根本不可能是夫妻。 他们假扮夫妻,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 林放和药仙分开。 林放被叛徒出卖入狱, 誓死如归, 直到牺牲。 叛儿还是组织上多方营救, 才从虎口脱险。 我又记起了初见药仙时, 监狱里他执着坚定的目光, 豪言壮语, 那时我全然不懂。 如今渐渐地懂了, 我的手几乎把杏纸抓碎, 泪水扑哒哒掉落。 林先生还年轻, 就这么去了。 可要先, 他人在哪里呢? 东方一抹雨堵白, 天光渐渐放亮, 黑夜过后就是光明。 我戚记着相逢的那天。